好 接著到下一部 這一部真的是意念之外 其實我自己是有點驚喜的 因為 首先我們這次會說的一部是學員孤島 我自己播之前已經有朋友 劇透了好朋友 我們都說過的 這部是封面欺詐的 一分明就欺詐了 已經知道了 但我那時候也不太遺疑哪一個社也沒有留意這個故事 心想就是 又是那些好像結成有奈那些 是否都是吃著水 都是玩那些一開始是開心的日常 然後就搞些奇怪的東西出來 嚇一下觀眾 搞些什麼東西 一開始都沒有懷疑的 實際看來之後 發現他的那些 gimmick是挺認真的做得 至少角色黑滑上我覺得挺好的 角色黑滑和氣氛 我想不到最重要是 氣氛真的挺好的 他做得 我自己是感受到那種絕望的 那種我們叫做很學員 應該說很學員氣息的那個面 其實是一個幻想出來 一個妄想 逃避現實出來 而可以扣出來的畫面 這個故事也挺有趣的 尤其是這個故事鋪排 尤其是他對回最後 你看完最後這個故事結局就發現 原來他真的是一部學員劇來的 不過這個是最後的意思 不過你可以先看看一開始那裡 因為他第一集開始 其實幾個角色已經是集合 然後他就慢慢報告 究竟這個喪屍感染事件 究竟是他們集合這幾個人集合的時候 究竟是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沒錯 基本上動畫用的手法就是 他不可以說是完全賭罪 但其實是不停會見到那個故事推著一條時間線 而那個時間線的故事是在表現一個幻想中的現實 但之後就會用一個插塌的形式 告訴你原來這件事本來是 原來我們看到的畫面 只是一個主角Yuki游幾距的妄想 原來已經跟世界不同了 是有那個經驗 怎麼說呢 因為你很多之前看的那些 以前有內也好 小元也好 都是有一個方法就是 當一個故事有一個trigger point 有一個位置 是已經告訴你這個世界不是這個樣子 已經不再日常 已經不再歡樂 已經不再日常 就是一路一輛車就不會殺制 就直接衝過去這個 叫做不日常的地方 已經是非日常的地方 但是這裏 可以說是可以 因此而學圓孤島 就是這個內體一點 因為相比之下 變得不停有些新的地方 讓你發現到 那個非日常的部分 或者這麼說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所謂的日常部分 其實是 它鋪出來 其實是為了支撐這幾位女角的心靈 不會崩潰的一個重要的元素 其實挺有趣的 一向都說日常系 但這是一個非日常的環境裡面的日常系 對 他做了一個真正的難民翻 應該這麼說 因為他們是依靠 就是 由己的思覺失調 思覺失調 或者是逃避的現實 一些逃避的機制 自己的心理上 對 總之 這件事 因為這樣反而令到 這幾位女生 反而得救 對 雖然我自己覺得 一開始 就是 說八發的一個女生 即是 美妓 Micky 美妓 她那裡 一開始也不太信任 由己 因為無緣無故有個傻妹 又不明白現實是怎樣 一開始也覺得 這個人是否要整醒 她告訴你現實是怎樣 但是她之後才發覺 在不同的事件裡面 她好像很胡鬧的日常 反而看到她有一些 一來有些靈感給了一些 裡面另外的生存部的人 生活部裡面的人 她怎樣去做 繼續捲得多 避難的工作 怎樣去維持他們 這個 不會被喪屍裡面 守護的陣地 還有第二樣 就是給她一些歡樂 給她一些輕鬆 我一開始是覺得 唯一那個 是這個 八發妹 美妓那個位 Sorry 是不是美妓 Yes 美妓那個位 是那一刻轉得太快 即是那一集裡面 她用了大概十分鐘 就已經覺得 好像這個 有些看頭 我也覺得有些快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不算太差 你有些說服力 有些說服力 這套 你說其實 當然 我知道 雖然我沒有看原作 但我知道 跟很多 原作漫畫的橋段 已經有些出入了 其實她已經是 但你說 故事裡面 其實 我這樣說 角色上的 其實 你見到 角色上那幾位的女角 就是 我們好像剛才所說 用日常 即日常 是支撐的生存 和支撐他們繼續生存 在這裡 當然因為這裡還有一個角色 就是阿慈姐 阿慈姐 其實一直那個角色 好像很影響的角色 其實那個故事 其實在賭罪那裡說 其實當 阿慈姐 其實一早就已經死了 沒錯 其實只不過是 連慈姐 都是阿尤紀 幻想出來的 即是 好像慈姐 這個人 支撐著尤紀 尤紀這個人 支撐著大家 一樣 那 故事裡面 就是 這些角色 我覺得 他這些角色 在做的一件事 即是在做的那件事 其實我覺得 那個生存 他們就說 其實這些很典型喪屍片 就說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 那種叫做代救奧班 其實你說 但當然你說 他就做了一個環境出來 這個環境可以自給自足 因為這件事真的解決不了 以這些少女來說 沒錯 那這裡就鋪了少少的世界觀設定 就是說這個學校應該是一個 最後的避難所 或者那個地方是避難所 總之就是什麼 這間學校 有人 其實是知道 什麼呢 是病毒 這件事 就是 當病毒發生的時候 這間學校 就可以成為 一個避難所 是的 捱到一陣子 就是因為 這個設定下 才能做到 日常 和喪屍 對非日常的衝突 才能看到 但是 那些位是 他用來開展劇情 所以 我 因為這樣說 我對這套 其實我不會對任何 喪屍片 在這些條件位上 抱任何的希望 所以我沒有太大的失落 對 或者這樣說 我對喪屍的所謂橋段 原來就會覺得 都很缺乏緊張感 一開始是覺得 一個所謂的喪屍來襲 在這個圍困校園 但其實只要需要 胡桃鐵產妹 一個鐵產 原來開毛箱 就把喪屍走 這樣就是 都很厲害 其實都很厲害 就很缺乏 這個喪屍圍緊張感 就看到 只是一個 舞台式的設定 我會說 而且這個日常的劇情 雖然理解到 是想混雜 非日常來日常中 去營造劇情張力 但是日常的劇情 始終都是悶的 我會說 因為始終你明白的 就是 你作為一個觀眾 去看日常的劇情 你知道 一定是之後的事情發生 才會現在做這些事情 代表你就會覺得 這個日常的劇情 就好像 我只是等待的時間 給一些緩衝 作為一個觀眾 有這個想法 就很難對此有什麼期待 我會說 其實我會這樣說 那四個角色的交流 雖然那四個角色 其實說 每個擔當的崗位不同 當然 氣氛製造者 一定是由己 胡桃就是戰力 和行動派 而由你本身 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 統領著這些人的方向 沒錯 有一個領導 部長的角色 就是一個大姐姐 美己其實 叫做什麼 美己其實是 他會用一個客觀的態度 去看回這件事 的角色 那 慈禧是死了 精神領袖 慈禧是精神領袖 他的說話 一直深深影響著 那三位角色 嗯 甚至 如果要說的話 很多時候 劇情帶給我的緊張感 或者一些 那種絕望的氣氛 其實是 立中於一個角色的身上 而是因為 裡面的喪屍有多兇猛 所以這個是 我經常都說 就是剛剛之前說的 就是 《學員孤島》裡面的喪屍 好像是一個 製造一個舞台出來 是被這些角色去演他們的戲 其實是不大影響 裡面 例如我很喜歡一個劇情 就是這個美己 其實這個角色 是一個很理性 很理智的人 就是他 怎樣表現到 就是例如他好朋友 很堅持要走 但是他最後 就算他一個朋友 多麼好 多不捨得 他還是走不了 因為他很明白 真的在那裡是最安全的 其實有水喝 有東西吃 而是已經很幸運 為什麼還要走呢 就是他一個 這樣理智形壓倒的角色 其實這個 其實是一個對比 對比起 學員生活部 和美己開頭 和他的朋友 在貨倉裡面 就是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 調製到自己的身心 沒錯 你個人是會不正常的 你個人是會 就會開始亂想 嗯 我想其實 正是想說的 就是一個美己的朋友 需要的 學員生活部 其實 因為其實一般的人 或者美己 可能只是美崩潰 我會說 其實真的會崩潰 你想想 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有些喪屍 每天都在拍門 叫醒你 令到明白有危險的 你只是一個鬧鐘 吃著一個乾糧 喝著這個水 你保持著圍困 在一個密閉空間裏面 其實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就正正學員生活部 一個學員生活 就告訴你 在一個喪屍混雜的空間裏面 可能有些遊記 為何會帶來這個緩衝 或者一些 舒緩了他們精神的壓力 根源的地方 我想問 看漫畫 漫畫 他們有吃牛扒 動畫有沒有 沒有 有烏冬 吃了不同的罐頭 難怪要走 明白了 漫畫有牛扒吃 那不用走 動畫都有咖喱吃 當然 他這套東西裡面 最終都是以離開校園 作為一套 這套動畫的結尾 我不知道 有機會有大二貴 老實說 他後面也鋪了一點 伏筆 而且 其實 編劇有心想做 絕對可以做 反正動畫現在說 改了 動畫的編劇 根本就是漫畫裡面的作者 我經常都覺得 我懷疑是 安家社自己 鋪好了 想找一些東西 去做動畫的發展 其實就先去畫這個漫畫 都說不定 你跟我說 這件事就這樣 所以其實你說 好東西裡面 值得留意的 其實是 你可以說 是 所謂這些 有一點點叫治癒 雖然這套東西不是 其實 講的裡面的劇情 但是他意想不到的 他介紹了幾位角色 其實 他們每個人都經歷了一些事情 然後 衍生了現在的狀態 或者我這樣說 很久沒看過那套動畫 各個角色的成長 我是認同的 這次我切實地覺得 這個主角 尤己的成長 最後那一下 是一個 有足夠的鋪排 我覺得這個角色 這樣覺醒 其實是很OK的 當然啦 某程度上 那個所謂的成長 他這裏想表達的意思 是你要醒來了 你的夢 完結了 我覺得做得可惜的一節 其實是 當胡桃被咬之後 又你想殺 即是想殺了他 因為胡桃曾經說 胡桃說過 我們約定 我不想變成一隻喪屍 對 即是那個位置 我覺得 差了一點 差了一點 不夠細節去說這件事 其實都很可惜 我覺得有點差了一點 尤其是那一幕其實都很出色 我覺得 那一刻 這個 由你 拿著一把菜刀 已經在抉擇 越不越失 他那一刻不停去描寫 那個鏡頭 胡桃怎麼掙扎 怎麼越來越痛苦 變得不是人 其實那一幕是做得很凌厲的 我覺得 作為一個鏡頭 我猜不到 竟然在這部動畫中看到這個鏡頭 但可惜就是有些鋪陳不夠 我會說 或者這樣說 這部動畫中有些位置 其實我們很慣常見喪屍的一件事 當一個角色殺喪屍殺得很喪 但突然面對的是他親入 或者他認識的人 他會下不了手 然後就糟糕 這裏的橋段就是糊塗 看到就是辭者 那時候 他就突然間失手 因為這一個是他可以傾訴的對象 亦都是共同生活過 所以就下不了手 反而最後落手的角色 你會看到是甚麼 一個落手的角色是一個不認識辭者的人 他只是跟其他人口中 不得知辭者這個角色 不得知辭者這個角色 不得知辭者這個人是甚麼人 這個都是我挺喜歡的橋段 因為美紀他說 為什麼我落到倉庫 我可以覺得他會這樣 為什麼我阻止由你來落 因為你落到去 你的結局都是一樣的 但我 我不認識這個人 他很喜歡那一幕 就是他很理性的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 我雖然口中知道這個人 很重要 但我依然是可以落到手 因為我沒有感情 因為對他沒有感情 所以他在其情的表現 就是他看到一個變了喪屍的辭者 他介紹完自己之後 就一夜同了下去 這一幕其實真的很見到 我貫徹到角色的表現 那個性格 我覺得這件事 當然你反而會期待 就是 因為他的朋友走了 如果他面對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變成喪屍的時候 究竟他會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裏有一點復筆 可能下次就會做一個劇集 我覺得他的朋友是死硬的 應該死硬的 那些事情都會跳過 也就是說胡桃枯屬了 當然你說另一節的就是 尤己 那一節就是 他擺脫到 他終於可以正面面對到 他的退行 他遲者的死 這件事 而且他面對的原因 就是要守護 其實他現在的 受盈申報的其他人 所以他終於肯面對這件事 看見的就是 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 他最後在廣播室那一段對白 其實 某種意義上 其實是對他自己說的 是啊 正常我也覺得是 因為 裏面講那個 我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最後會表達那個 餘疑 我不知道編劇有多深 或者我覺得有少許簡報書包 或者說 我收到的訊息就是說 你在學校一個 就像一個被人保護的地方一樣 我一直都被很多很溫柔的人 我是有些學者 有些我的好朋友 好同學 去保護著 但是其實 學校的時間都是會員 我都要畢業的 我都要出去這個世界去闖一遍 那這裡就是 表達那個地方 就是由己 就是說 我一直都被辭者這個 可能其實已經辭者這個人 去保護著 被生活保護著 保護著 我是辭者和我同在的幻想 但我現在要衝破這個幻想 我畢業了 我畢業了 所以他畢業的意味 其實某些時候 是他放低了 放低了這一段 他再向前踏一步 所以你說 這套東西裡面 當然你說 他始終 因為本身 我也是說他始終是一套 這類型叫做 文化還是 治癒 他表面是治癒 實際上也算是故事 劇情向的東西 我覺得也算是 但是 我覺得在這個 基準底下 他表現出來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 至少比今季 都很多套動畫 都為之出色 我也是那句 作為一套文化 但他表現經歷的氣氛 絕望的氣氛 他反而做得最好 絕望就差了 因為經歷就差了少少 絕望我不否定你 但是 經歷就差少少 我想說絕望多些 我想說末日的氣氛 或者應該說 還有少少可惜 我覺得嫌尤記 那個位置做得 後面有點硬 就是 我明白故事的願意 但我的感覺是編劇 要原諒故事 所以他就 用自己想表達的訊息 用一把口說出來 就算 有鋪塵的 但是 再多一點的話 會不會好些呢 我覺得 因為中段 本身 尤記他都開始 其實是 醒覺到 開始醒覺到 遲者不存在 這個事實的時候 其實中間那裡 其實可以再 花多一閘 的時間去處理這些 我覺得那些位置有少少 粗粗大過 因為很多時候 他醒覺到 好像 四個人坐的位置 為何是五個人 這樣 然後很快的編劇 就已經剪了一段 就變得好像他沒事了 其實給他多一點的氣氛 他會好一點 我覺得 沒錯 這套 我覺得 很值得 當然 你被你的朋友欠了看 就不要怪他 至少都是一套不錯的作品 我想說 就算是朋友欠了你 你有什麼心理準備 就算第一集 你都不會失望 沒錯 這套 我們去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 我們去到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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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到這套